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大乘小聚 喜欢音乐的朋友当然喜欢听一些表演者 就是弹奏不同的音乐 但可能你会想 除了音乐家自己的实力之外 究竟乐器能否令音乐家的发挥更好呢 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就是一位小提琴家 而且他用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找到他自己一生中最爱的乐器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周仁伟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作为一个小提琴家 你应该经常表演 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很多小提琴你都弹过 但今天Conrad带了你一部 就是你的Love of Your Life 介绍给我们 究竟为什么这个小提琴这么特别呢 这个小提琴我找到 是用了很多时间 很多心机找 那时候我刚刚读完书 开始表演开始教书 我想找自己一个小提琴是真正我的音 所以我在世界上 我旅行很多地方 去到纽约和洛杉矶 用法国和英国都去过 但是试了很多琴 但是真的找不到 是真正我的小提琴 好像找女朋友 对 找太太一样 很难遇到的 终于被你找到了 我知道全世界只有六十几个 这个小提琴 为什么你会最后找到呢 还有为什么这个小提琴 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制作 全世界只有六十几个呢 这个小提琴的制作 是叫做Gaitano Palastri 它是在意大利 在Bologna的很小的地方 它Polastri的名字 是等于小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每块板 它会印下去 一个图案 是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的大哥 和它是的弟弟 它们有两个小鸡和大鸡 所以其实是一个 它们的好像一个象徵 是的 它们的象徵 我知道你要去找的时候 都好像要经过 有些人要帮你手 因为其实世界这么大 有这么多音乐 有这么多的音乐 最后你怎么找到它呢 我自己两三年找到 但是很失望 因为那时候 去到每个地方 试了几个琴 但是觉得 没有什么 I felt nothing was quite right 有一个特意的男人 他的名字是Mark Wells 他是matchmaker 所以这个是好像你 他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 company 那些retailer 他们就一找到 有人想买的小提琴 他就会介绍给我 所以就介绍给你了 介绍给我 你说你去了有 Los Angeles Chicago 或者美国 其实你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去到欧洲 那里去找呢 也有试过 是吗 我那时候刚刚好在那里表演 我去到那里表演 顺便就去那个店铺 试一下 但是那时候我去到那么远 都找不到 但是最后呢 他其实带回这个小提琴 带回给我 最后是西加哥 找回的 那那个 那那个 西加哥 其中一个女人是刚刚那时候退休 他或者七十八十岁 那他就不再弹了 那他想找第二个人 有机会弹这个小提琴 那他一让我弹 他说这个你是第一个人试的 除了他之外 你是第一个人 是 是 是 所以那我一弹了 我已经试过几百个 那一听到那个音 我就知道这个是 暗胃子了 那其实呢 你接触了那么多不同的小提琴 为什么 从什么一个这样的声音 或者一个感觉 你会觉得 这是第一个人 我那时候 你弹好很多把琴 要试的那些琴 我多数会弹一点的 很短的一首歌 或者是梁作 或者是 like a small tune 那我在我的脑里 我觉得 我想点那些声音出来 但是每把琴都 not quite right 这样一刻 这个到最后 我一弹 一弹了 就 it's exactly like what I was imagining 就是说当你弹的时候 很多时候在你脑海里面 都有一个声音的效果 但是永远都好像 未达那个感觉 终于你就遇到它了 其实我知道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特别版的 或者这些小提琴 好像都是很旧的 是 是不是真的 乐器是要越旧 然后才越好呢 或者是不是 新不如旧呢 是不是这样呢 Conrad 那未必是旧就好 但是好像我们看 或者一些红酒 你可以找到 是很美的酒 是2014 很新的 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找 最好的那些 多数都会是 你等20年 30年 它会 mature 那些味道 一样是我们看小提琴 是靠它的木 那木呢 开始 它们一斬了 其实都有很多水里面 那个cellular structure 那你要等 或者隔了50年 60年 它就开始干 那干 那那些音 它会弹回 就会清一点 或者浓一点 那些声 所以变成现在 也是这个 差不多是最好的 一个年份 让你找到它 就是你心目中的目标 希望做到这个效果 是不是发觉 拥有了这个小提琴之后 你自己的表演 是更加 就是觉得 哇 更加提升了 那个感觉 我一开始弹那时 其实那个是 Honeymoon Period 所以我都不太懂 怎么用 但是那时 一开始觉得 有一些特别的 但现在我弹过 四五年 有很多经验 我一想做些东西 它就会出来 就是挥洒自愈 还有有时候 或者我有弹了一点 或者自己没有 又失败了一些东西 它会帮我手 它 帮我 这么特别 就是它可以有时 你有点失准 它都可能会救到你 救到 是 对 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给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音乐家 一个小提琴家 你和乐器之间的relationship 在哪里有关系 relationship 真的好像 跟女生的relationship 一开始 是不太懂得 但是 你只是 trying 只能够认识 你想怎么做那些音乐 但是 你一有多些经验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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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它是想怎么 它就知道 你想怎么 就好像有很多的 沟通 有很多的 practice 里面 你就会更加 认识 大家可以 越来越好 其实我想问 你平时要很照顾它 因为这么难得 而且我知道 这个价值也很高 有多少钱才可以拥有它 可不可以 你怎样保养它 这个就是 美金就差不多 十万元 那 那 保惠 那个case 是要很稳定 还有买烟梳 烟梳 一定要 坐飞机 是要好 好像觉得好像是BB仔 那你可以 一定要 别人不 碰着 不可以碰着 不可以跌 不可以有任何 就是 太大力的压力 给它 是啊 但是你 你是不是每一次的表演 你都会用这个呢 还是你都会有很多 不同类型的instrument 视乎你的需要 我刚刚 有个朋友是 他结婚 那他结婚是在外面 那他那天说 就是outdoor outdoor 室外 那他就说 可能那天会下雨 那就不要用它 那我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用第二个 他说ok 当然 不想弄这个 那你真的很重视它 是啊 那其实 作为一个的表演者 你经常要练习 那你会不会说 设定了自己 用这个小提琴的练习 是很少的时间 不想说 就是 太多的损耗 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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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令器越弹越多越好呢 是 这个 那弹它是设定 是 所以不需要 那个我可以弹得很久 很短都可以 但是它不会影响它的声音 那你问我 有其他东西要做呢 就是 是 是 这个是 很漂亮的车 那我们每六月 隔六月 或者一年 就 带进去 它们会装修 或者做干净 和那些 马仔 和一些线都会换 都会转的 明白 OK 那其实这个保养 都是必定一定要做的 是 那是不是会很多时候 交给一些 就是专门的公司 他们帮你做 是 OK 那你自己 其实每一天的练习时间 我知道你都是一个 就是要表演的人士 是 是不是你会限定了自己 每一天至少 可能一个 两个钟 或者是三个钟 你会不会是那些 哇 很有 passion 一路一路弹 弹到晚上都不睡觉 是不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 就会 有时候 会弹几十个 十个钟 十个钟 但是 现在呢 我就 都有很多教书 所以我每天都会 碰着 还有很多时候 我表演 我会给他们 demonstrate 给我的学生听 所以 最少都会几个钟 三四个钟 但是自己练 做准备的表演 都是两三五个钟 两三个钟 就行了 那你会不会 除了你之外 你会不会被别人碰他 有 我 after the concert 有很多人问我 可不可以碰他 我也是要想一下 我要看看 每个situation不同 OK 但是 有时候 那些学生 或者他们 练得很好 很努力 但是我觉得 或者他们的小提琴 差不多不行 但是我想 帮他们怎样 拿那个音 我都会让他们 试一下我的小提琴 哦 即是你都不会说 完全不被人接触 你都可以让学生去试一试 是 OK 那其实这个 都可以说是你一个 挺特别的一个收藏 你自己会不会打算 将来有一天 好像 你都会再买出去呢 我可以想象一下 我 是因为很辛苦 找回 OK 但是 一天我可能 可以或者 考虑 考虑 我可以想象一下 但我可以想象一下 那待会廣告后 回来继续和Carnard聊天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大乘小聚 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一位小提琴家 周仁慧先生 Carnard 刚才说了这个 这么难得 让你找到 亦都是全世界 都六十几个小提琴 那会不会有时 你都会想一下 如果我表演 就不要带他了 留在他家里了 你会不会想 将这件事 真的很好地收藏 就多过去 拿出去表演 我有发梦过 我表演就跌了 或者有什么难了 但是 我真的想着 我要表演 真的要最好的小提琴 我想我的音是最漂亮的 多数是会用这个小提琴 所以更加会运用它 就不是说只是收藏 因为收藏 大家就听不到 所以应该和大家 一起分享 这么好的音乐 其实Carnard 说一下你自己 我知道你小小 三岁就想学小提琴 好像很特别 因为很多小孩说 我不想学 我不想学琴 会不会有时 像你自己经历的东西 可以和我们都分享一下 吝啬一下不同的小朋友 或者大朋友 好 我那时候三岁 刚刚好 幸好我那个第一个先生 他那时候 在我们的学校 刚刚开的 开班小提琴 所以他有个小孩 是他第一个学生 他就很… 她很聪明 他就叫这个女孩 走去每个…每班房 让我们来看 show and tell 她的小提琴 很小小的 所以我们一看到 就觉得很有趣 我想玩 像一个玩具 我就告诉我妈妈爸爸 我很想弹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些音是怎样的 但是我看到就想玩 那他们就… 我一开始 他们觉得 其实他那个… 他听那些音乐 可以… 我听那些音乐 可以… sort of make that sounds 那觉得 都有或者可能的 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是 很多小孩学习 都可能是一个短时间 学完就 OK 想 try something new 你都应该认识很多不同的乐器 就像钢琴那样 为什么小提琴 是最吸引你呢 那小提琴那些 那个拔声呢 是最接近我们人的唱歌 那我们真的要 communicate 想让我们心里那些 emotion 出呢 我觉得小提琴是一个最美的声 那我想说那些东西 有时候那些字 那些都不太会说 但是用的小提琴呢 更加会说 所以这个乐器更加能够 帮你去表达自己 又可以… 你自己很有天分 你自己很有自己的才华 可以彈得这么好听 对于你来说 一路都好像觉得音乐 就是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发展 对吗 好像是这个… 你现在目前是这个 music art的博士 是 其实你是多少岁了 真的觉得 我要pursue一个这样的career 那我当时15岁左右 就要开始想一下去大学 去follow which path 那我那个老师那时候 和我的爸爸都说 那你去这个aspen music festival 是世界上是一个最出名的summer festival 那他说 各个那些学生呢 都会是很serious 很高级 如果你觉得你去那里 不是很喜欢他 或者觉得我不可以和他们 彈那个level不同呢 那你可以回来 我们可以想其他东西 但如果你觉得真是 哇 这是什么我可以做 那你… 那你会知道 那是真的 我当时回到来 哇 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的 music and I said I think I can make a life out of it 所以就集中向这个音乐方面发展 那家人都很鼓励支持你 对 选择音乐不是说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音乐是比较难 可能是一定要有天分 你能够做到表演 做到可能 现在你是老师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很困难 对于你来说 你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停过 有没有说中间曾经有些时间 或者一个月 一个月 放假 放假 但是真正不弹 真正觉得 我不想弹小提琴 都没有 我一或者隔两三个星期放假 我都或者起床 我都好像有痕 我想弹 想做些事 是是是 已经觉得自己很想继续去 可以practice 很想听到这个声 那你曾经形容 好的小提琴的声就是 dark and rich 是 那Conrad 什么叫dark and rich 是一个怎样的声音 我可以弹或者弹你 好啊 所以我们讲味道 都是会讲或者甜 或者咸 是啊 苦都有些人 酸啊 酸 那讲浓 或者黑 或者很清楚 都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但是 如果我好像这样 这个是很full的 rich的声音 那 如果我想 你可以说这个是很清 很光 好像灯 是 但是如果我去 dark 如果我去 dark 可以混合很多不同的声音 哇 真的很精彩 而且觉得每一个音乐家 人生就好像一个 一个乐章一样 因为我发觉你表演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是进入了在那个音乐里面 直接你的表情 你整个人 已经好像进入了在歌曲里面 那其实你自己会 一年里面 你可以表演的时候 你都会分的嘛 你要休息的嘛 你要practice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都给自己有些空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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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或者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感受 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会不会是这样的 就是音乐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刚才去香港 回到香港 去教一个星期 在那个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 那个campus 是很 很漂亮的 在山顶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要说的 If we want to say something worth saying 要真是想着我是想怎么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弹 譬如梁竹 你是想想着那个character 和那个味道 和那个story是怎么样的 那个故事 所以很多时候你 如果你整天都在很黑的房子里 死练 你的味道不会那么好听 但是那时候我在山顶 很多时候 just wake up and watch the sunrise sunset 觉得是很beautiful 我就可以try to translate it 可以翻译去音乐 所以其实随着不同的环境的转变 都能够影响到一个演奏家 它那种的发挥出来的效果 那其实你是一个classical music的表演者 其实为什么你那么喜欢classical music呢 那小提琴不是amplify 不是electric instrument 这个是那时候1600那时候 刚刚开始有小提琴 所以我们有300年的很漂亮的repertoire 我们有很多首歌 都是特别作了给小提琴 小提琴演奏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说 为什么不弹jazz和rock 我都有时候都会试试 玩一下少许小提琴 但是我就觉得classical music 是最适合我的style 和比较适合的 是比较适合的 用一些普通的小提琴 如果你有的electric violin 或者是amplify violin 都可以弄到很多不同的效果 但是你都继续喜欢 都是classical music的表演 那我在听、listen to music 我都会有很多不同的music 我都会听 是啊 你都喜欢不喜欢 比如说是流行音乐 或者是modern一点的音乐 会不会喜欢呢 hip hop和pop我都会听 其实很多不同的genre type都有好的music 有不好的music 我呢就如果是好的music 我也不理会是哪种 我都是会觉得有 a nice message 或者a nice story 那其实就很多的学生 跟你一起 我想在那个学习过程里面 就会知道 其实学习每一个乐器 都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 自己要懂得去 自己会肯去练 因为对着老师 就当然是ok的 什么都会练 但是有没有能够自己 可以好好地练习呢 那个练习和那个 如何开阔到一个人去学乐器 会能够提升到 你有什么意见呢 那你就说练习是很重要的 真的每天 你那时候刚刚学会 是要每天几个小时都 一定要练习的 一定要练习 因为我们 这个是好像我们 好像说话 说不同的language 那我在这里出生 那广东话呢 那时候我妈妈说给我听 跟我说广东话 我都可以 但是勉强一点 因为没有练习 但是小提琴呢 是一样的 你没超过十岁呢 那时候 是要听得很多 要练习得很多 还有就是要 体验最多的音乐 所以你那个耳呢 耳朵就会 耳朵就会 所以其实学音乐的 很早期 其实很多时候就说 我们是学我们的耳朵 怎样去listen to the music develop the music 自己怎样可以 develop到自己耳朵 更加能够很sensitive 去明白那个音乐 知道那个转变啊 这样 听到那个sound 其实你现在看到那些学生 其实你会不会都很快就知道 这个学生有没有潜质 现在我也有多些经验 我试了很多的学生 讨论给我 那我是要一定 我现在不是很多时间 不可以收很多新的学生 所以我都要研究一下 怎样看下他们的 或者他们的talent level 手指是否够长 或者是很有的 或者很紧 明白 都会看回所有的这些条件 是怎样 还有你时间都有限 所以有时你都要看表演 教学 怎样可以兼顾 一会儿回来 继续会和我们今天的 小题琴家 小题琴家 嘉宾会继续聊天 继续黏着我们带城小聚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今天带城小聚的 我们的嘉宾就是小题琴家 周仁伟先生 刚才说到你收学生 或者是做一些教学的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学生说 我很想学 我真的很有 passion 其实本身要具变些什么条件 你觉得一定要学好这个小题琴 根据他们是多少岁 如果是很年轻 那其实他们就是要努力 或者有兴趣和听话 我都会看他们是如何回应 或者问他们 彈这首歌或者彈这个音 你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他们好像很快就回应 多数我会知道他们会成功 但是到了你大了 有几个学生或者大一点 要看他们的技术 已经去到几个水准 你本身其实都有做表演 演奏也有教学 其实你为什么不会说 只是专专去做表演 而去选择也都教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如果你看一下 或者马又有 Eat Jack Pearlman 他们是现在世界上最出名的 他们都会教很多书 因为我觉得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的经典音乐 是想继续 那当然我们必须表演 让别人听 让别人享受 但是也想通过我们 懂得那些东西 如何弹 那些弹法 就是有一个承传 不停地可以有新的人 去加入这个演奏 或者认识这个音乐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 其实你自己的手 我留意到 Conrad的手是很漂亮的 可不可以给他一个 谢谢 那我发觉 你的手是你很重要的一个 好像你的 差不多是一个 你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你要表演 那其实有些什么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有些什么的保养 或者有些什么要练习的呢 我的女朋友 不让我设计 是的 不要碰这个厨房 所有的东西 所以很方便 对我 是的 但是 如果我知道我会弹很多 或者练很多 我都会stretch 做exercise 是 还有要剪手指甲 因为我们那些线 是很幼的 那如果我不整 如果手指甲太长 都会interfere 和我们怎样弹 你是不是平时 常常都要戴手套 保护着 都不 我不会这么 厌纸厌大 但是冬 如果我刚刚就来表演 我觉得手很冬 我都会 或者用一些水 热水 弄软一点 是 其实我知道你的代表性 就是在我们加拿大来说 都是受到大家的欣赏 亦都是很多世界各地 很多演出 其实你自己的心态 你未来 因为由你学音乐 做发展你的事业 到现在也是教学 你未来 你还想有些什么 自己的发展 或者有一个 怎样的目标 现在都有很多目标 所以我每个 地区我做的事 我都想继续 所以譬如我 现在很开心 很幸运 我的学生 现在就开始 有他们自己的 地区和音乐表演 所以我很开心看到 但是我就觉得 我只是每个星期可以教 或者几十个 那怎么可以 有更多的 所以我现在想 或者开个学校 自己的学校 请一些先生 可以拿我自己的 弹法 sort of spread 多些 那表演呢 我刚刚 两年前 有的第一个CD 买得挺好 还有有很多人 觉得是挺好听 所以下一步 再拿第二个CD 錄音 还有就是 继续去旅行 彈表演 表演给很多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听 那你找到这个 你的叫做 Love of your life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还有一个目标 会不会再找第二个 觉得又会是 好像很贪心 那样 又会找再更好的一个 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在他的面前 我可能应该这么说 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小提琴 有些小提琴家 他们都会有两三个 两三把琴 那我多数 I will always keep this when I think or at least I will always love the sound that it has 但是如果找到第二个 有些不同的 或者 Can do some other things I think that would be nice actually 好的 很多音乐家 或者喜欢音乐 艺术的朋友 感情都很丰富 你会不会都是 演奏的时候 那些 心情 你的emotion 都会因为你表演 而改变 会不会突然很悲 或者有一段时间 很开心 是因为你的歌曲 影响到你的心态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刚刚 或者一年前 我的妈妈过了身 我很多时候 我表演 我都是很好笑的 而且我的笑容 而且很开心 但是刚刚好那天 我隔几天 我有个表演 我只是 for some reason 我想哭 所以我就 出生了 好的 我其实在家人面前都没有哭 但是在表演那时候 刚刚才可以出了我的感情 感情 人家觉得 为什么你特别 激动 激动 我说 那是我自己的 personal feeling 我想表现 所以是 非常感情 可以非常感情 这是很特别的事 是 变成你的音乐 和你的心情 都好像连结在一起 亦都会感受到 我想很多观众都会感受到 那个力量 好像你说了很多 你自己喜欢的音乐 和你的学生的发展 不如用一点时间 等你和你的学生 可以有机会表演 好吗?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选择了的音乐 和你这位学生的 一些背景资料 好吗? 是呀 我们会叫 Tiffany Young 我的学生 和我半周 我们会一起 她跟随我五年 而且她很努力 她赢了几个国家的比赛 这个歌 是波兰的歌 Vinovsky 刚好 是因为那时候 Vinovsky也是个小题琴家 他作的曲子是给自己表演的 但是觉得有点点 他就决定了 他决定了第二段 给他的学生 特意给他叛奏 所以我们会表演这个 好 非常高兴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多谢你和我们分享了 这个那么特别 那么罕有的一个小题琴 令我们大开眼界 也希望你的音乐 和你的发展 就全部都很成功 为了我们加拿大 做更多好的音乐 好 这个时候我们交给 Conrad和他的学生 为大家表演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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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